《猎王纪上》第十三章 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 从犹大来到伯特利 耶鲁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 坛啊 坛啊 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 名叫约西亚 他必将秋坛的祭祀 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杀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当日神人设个预兆 这坛必破裂 坛上的灰必倾洒 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耶鲁伯安王听见神人 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 就从坛上伸手 拿住它吧 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 不能弯回 坛也破裂了 坛上的灰倾洒了 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 王对神人说 请你为我祷告 求耶和华 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 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 王的手就复了原 仍如寻常一样 王对神人说 请你同我回去吃饭 加添心力 我也必给你赏赐 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 我也不同你进去 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 嘱咐我说 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 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 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 他儿子们来 将神人当日在伯特利所行的一切事 和向王所说的话都告诉了父亲 父亲问他们说 神人从哪条路去了呢 儿子们就告诉他 原来他们看见 那从犹大来的神人所去的路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说 你们为我备驴 他们备好了驴 他就骑上 去追赶神人 遇见他坐在橡树底下 就问他说 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不是 是 请你同我回家吃饭 我不可同你回去进你的家 也不可在这里同你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 嘱咐我说 你在那里不可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我也是先知 和你一样 有天使 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 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 叫他吃饭喝水 这都是老先知 宽哄他 于是 神人同老先知回去 在他家里吃饭喝水 二人坐席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 临到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 他就对那从犹大来的神人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既违背耶和华的话 不遵守耶和华你神的命令 反倒回来 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 吃了喝了 因此你的尸身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 吃喝完了 老先知为所带回来的先知被驴 他就去了 在路上有个狮子遇见他将他咬死 尸身倒在路上 驴站在尸身旁边 狮子也站在尸身旁边 有人从那里经过 看见尸身倒在路上 狮子站在尸身旁边 就来到老先知所住的城里 述说这事 那带神人回来的先知 听见这事就说 这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 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 狮子抓伤他 咬死他 是应验耶和华对他说的话 老先知就吩咐他儿子们 你们为我背驴 他们就背了驴 他去了 看见神人的尸身倒在路上 驴和狮子站在尸身旁边 狮子却没有吃尸身 也没有抓伤驴 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身 驮在驴上带回自己的城里 要哀哭他 葬埋他 就把他的尸身 葬在自己的坟墓里 哀哭他 他在我兄啊 安葬之后 老先知对他儿子们说 我死了 你们要葬我在神人的坟墓里 使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 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 指着伯特利的坛 和撒玛利亚各城 由秋坛之殿所说的话 必定应验 这事以后 耶罗伯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 将凡名立为秋坛的祭司 凡愿意的 他都分别为圣 立为秋坛的祭司 这事叫耶罗伯安的家 陷在罪里 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 哥罗西书第二章 我愿意你们晓得 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 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竭力 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致风风足足 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 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 心却与你们同在 见你们循规道举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 乃照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因为神本性 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地 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 也得了丰盛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离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 肉体情欲的割离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了叫他 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你们从前在过犯 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力上所写 攻击我们 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它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既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鲁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所以 不拘在饮食上 或节旗 月朔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 不可让人因这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 就夺却你们的奖赏 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 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故地自高自大 不持定援手 全身既然靠着他 今节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大德长进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 不可偿 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 所教导的 说到这一切 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 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肆意崇拜 自表谦卑 苦待己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 是毫无功效 诗篇 第十八篇 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 叫羽灵长 当耶和华救他脱离 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 说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动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 阴间的绳索缠绕我 死亡的网络领导我 我在疾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 入了他的耳中 那时 因他发怒 地就摇汗战斗 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汗 从他鼻孔冒烟上腾 从他口中发火焚烧 连炭也着了 他又是天下垂 亲自降临 有黑云在他脚下 他坐着鸡肉坡飞行 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 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 以水的黑暗 天空的后云 为他四围的行攻 因他面前的光辉 他的后云行过 便有冰雹火炭 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便有冰雹火炭 他射出箭来 使仇敌四散 咄咄发出闪电 使他们扰乱 耶和华呀 你的斥责一发 你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田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 和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我遭遇灾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 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 他救把我 因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照我的公义 报答我 按照我手中的清洁 赏赐我 因为我遵守了 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 离开我的神 他的一切典章 藏在我面前 他的律力 我也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 做了完全人 我也保守自己 远离我的罪孽 所以 耶和华按我的公义 按我在他眼前 手中的清洁 偿还我 慈爱的人 你以慈爱代他 完全的人 你以完全代他 清洁的人 你以清洁代他 乖僻的人 你以弯曲代他 困苦的百姓 你必拯救 高傲的眼目 你必使他降倍 你必点着我的灯 耶和华我的神 必照明我的黑暗 我接着你 冲入敌军 接着我的神 跳过墙原 至于神 他的道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 是炼净的 反投靠他的 他便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呢 唯有那以力量 束我的腰 使我行为完全的 他是神 他使我的脚 快如母路的体 又使我在高处安稳 他教导我的手 能以征战 甚至我的绑壁 能开铜弓 你把你的救恩 给我做盾牌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你的温和 使我伟大 你是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曾划跌 我要追赶我的仇敌 并要追上他们 不将他们灭绝 我总不归回 我要打伤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 因为你曾以力量 束我的腰 使我能征战 你也使那几来攻击我的 都服在我以下 你又使我的仇敌 在我面前 准备逃跑 叫我能以捡住 那恨我的人 他们呼求 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华 他也不应允 我捣碎他们 如同风前的灰尘 到处他们 如同街上的泥土 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经 立我做列国的元首 我素不认识的民 必释放我 他们一听见我的民声 就必顺从我 外邦人要投降我 外邦人要衰残 战战兢兢地 出他们的迎寨 耶和华是活神 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愿救我的神被人尊重 这位神 就是那为我伸冤 是众民服在我以下的 你救我脱离仇敌 又把我举起 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 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 耶和华呀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 称谢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是慈爱给他的受高者 就是给大魏和他的后裔 直到永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